霍林市副女会 112年度长青大学 今天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 举行了乐在学习绽放青春 112年长青大学结业继成果展 那么霍林县长许正位立法委员傅昆琦 以及多位贵宾也都到场 一同庆祝结业 并且也欢喜见证这一群 营法族同学 所展现出了丰硕的学习成果 在霍林市副女会理事长 张德仁的主持之下 霍林县长青大学结业典以上 500位学生们结业老同学 在这一年学习当中展现成果 写作人还舍不得毕业 希望能够当永远的长青大学的学生 充分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活动精神 也印证长青大学学风涵养之下 政府与优质社团共创终身学习的目标 现在学生表示 感谢前线妇女会理事长 全力推动十三次长青大学 提供长者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 也感谢在座十一位音音教导的老师们 不断地学习进修 与同学们教学相长 形成私生互惠的双影局面 我们每一年都不断地学习 对不对 但是我们老师每一年要教给大家 要每一年要不一样 不能一套教材教 26年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老师是要想方设法 日文要怎么教 英文日常绘画要怎么教 还有我们的本彩 这些要怎么教 我想这个是我们老师 这个特别特别要用心的地方 所以这位为什么说一定 我们要尊师重大的谢谢老师 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 这个要走出来 来长青大学 我想要谢谢我们的班长 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可能当班长 国中高中都当班长 但是这个长青大学当班长 真的是全部的义务奉献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老人家 可能要请假 我今天头疼 不能去上课 也要跟班长请假 对不对 让班长让同学都知道 我们今天同学有哪一位不舒服 大家去来关心 这就是我们走出来 学习 然后互相的关心关怀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守望相助啊 华严师妇女会理事长蒋云表示 学员们出席结业典礼非常踊跃 现场几乎作为虚习 而为了让所有银法组学员们学得快乐 丰富引领生活 华严师妇女会提供最佳私自 以及优质课程的环境 不仅要符合学习的需求 也期盼长期自律银法终身学习服务工作 能够得到社会支持 记得交易和收藏 留意 在中文 中文 中文 亢 启 我 希望你能够帮助 能够帮助 我